高蜜啊 刚才你小姑走的时候急匆匆的 她不会生生气了吧 没有妈 这她就是这个脾气 你放心 我妈陪着呢 那就好 来 看这是什么 不要这个 这个 画一个 高蜜啊 刚才 苏凯呢 在生日宴上说的那些话 你喜欢这个 真的让我挺感动的 这孩子呀 这还有呢 真的是长大 来 谢谢爸爸 笑着这个 高蜜啊 这回 我是彻底放心了 我就把周凯交给你了 你们要好好哭 听见没有 好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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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完了 你干嘛这么早啊 公司有事 那你怎么办呀 我妈今天组织爬山呢 你早知道 我昨天就去家长公司 把那阿姨定下来 没事 我带着你 能行吗 能行的行 你再睡会 嗯 嗯 喂 您找哪位 您好 那个 我是来面试的 带着孩子吗 哎 我看了一下那个 那个简章上说 没不让带孩子吧 就在对面 您过去吧 谢谢啊 嗯 哎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事想麻烦一下您 您说 您帮我抱一下孩子行吗 我进去面试就出来 可是我不会带孩子啊先生 哦 没事 我很快的 这孩子特乖 又不哭又不闹 您就帮我稍微抱一下 行吗 那行吧 那您稍微快点 好的好的好的 来来来 乖儿子啊 跟阿姨待一会儿 来 跟阿姨待一会儿啊 好好的啊 阿姨可好了啊 爸爸一会儿就来啊 你 杨工的工作经历很 bonding 释迪也不错 不过 最近一年在原公司 干得挺好啊 为什么要找工作 主要是工作理念方面的事情 就是我还是更希望有一个 这个更好的创作空间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我们公司呢 会给员工提供一个 充满创造力的平台 任命发挥 对不起啊 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生 我接了个电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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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抱歉 这是 不好意思 我刚才就觉得抱着孩子进来 对您没礼貌 我就给交给前台了 我这不是还是不放心吗 又给抱回来 不好意思 你带儿子来面试啊 是 之前零零的公司 也是因为一边要工作 一边要照顾家庭 所以没办法 现在的男人都养掉了 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情 像你这样的男人倒是很少见 生孩子吧 生孩子吧 是女人的事 养孩子就是夫妻的事 我得付这个责任 难得 难得 那行 要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等等 等等 叔叔说再见 等等 我还没有什么免费的结果呢 这还有宣布吗 我想和您确定一下 你的入职时间 您什么意思 自面的意思 不过以后上班 可不能带孩子 嗯 哦 哦 谢谢 谢谢 那么说都得走了吗 齐南知道吗 你没跟他说呢 不仗义 太不仗义了 我这才叫仗义 你这叫仗义啊 你怎么仗义了 你想啊 我妈现在走了 不管了 现在留爱又特别忙 我们找保姆 又找得不理想 对吧 你找着一个 你还得培养他 我这天天在家看孩子 不去上班 给人家争取效益去 还拿那么多钱 多不合适啊 对啊 觉悟还挺高的 嗯 那你不拿钱不就完了吗 那叫 叫 叫 挺心留职 对 你答应了啊 我现在这个行政 我妈就答应了 你去去去 别闹 我现在这财政状况 我不允许我挺心留职 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您 在一般公司啊 拿那个工资啊 我心里踏实 那在齐南这儿办 给的实在太多了 是我们 我们给你的很多 你看见的是很多很多的钱 但其实呢 是我们给你的很多很多的钱 我知道 钱和情都太多了 我还不上 你明白吗 我还不上 行了 行了 行了啊 你呀 就是给你自己当判读 早把很多的解释 这个我懂 不说这个了 行吗 喝酒 那个 你别跟齐南说啊 我怕影响你们的感情 是吗 那可太逗了 不可能啊 不会了 没事 就不会说 吗 咨子 你不可能啊 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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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子